國際上講到印度 絕對是一顆閃亮的明日之星 不只去年GDP增長了6.7% 成為全世界第五高 昨天晚上大家也一起見證歷史 因為印度成為全世界 唯一成功登陸地球南極的國家 不過反觀上週也嘗試登月 卻失敗的俄羅斯 鍾博哥 我就想請教了 這個印度怎麼會這麼厲害 能夠打敗俄羅斯 後續還會掀起月球的爭霸戰嗎 印度耶 大家有沒有聽錯 印度的登陸器竟然登陸月球了 而且這是既目前全世界 美 中 二 三國之外 第四個登陸月球的國家 但是大家看到登陸月球那一刻 登陸在月球的南極 印度總理莫迪好高興 好驕傲 全印度舉國彎藤 他只花了7400萬美金 折的台幣24億 遠低於其他大國 好啦 現在我講到這邊 我發現印度人很厲害 第一個他首度是全世界登陸印度 這個我們講月球南極的國家 第二個他的費用可能只是 美國阿提米斯計劃的九牛一毛而已 對 我們知道印度這一次 為什麼能夠花這麼少去登陸月球 是因為他不是說 我直接發射之後就直接前往月球 他還先在地球的軌道繞了幾圈 有動力之後才往月球過去 所以感覺我降落的部分 我以柔克剛 我不去跟你硬著陸 所以讓他這次真的讓他成功了 8月23號印度舉國歡騰的創舉 那俄國呢 俄國是舉國顏面無光 因為俄國8月19號 不是你的月球25號 也想去登陸月球南極嗎 結果呢 結果失敗 為什麼 因為早在前一天他就已經 什麼失去聯繫了 斷訓了 斷訓了 然後最後他就 月球25號就進入了不可預測的軌道 然後斷就墜毀在月球的表面了 好 但是我問各位 如果說俄羅斯是失敗的 但印度再隔幾天就給他洗臉 印度怎麼會那麼厲害 原來印度他在這幾年 他發展太空外交 他結合了法國 他跟日本友好聯繫聯絡 所以2022年他就重啟 火星飛船2號任務 然後在2023年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任務 月球 月船3號 他也順利完成 他還未來要再去探勘金星 金星飛船 金星很遠 真的是全部通吃 火星 月球 金星他都要 好 那講到俄羅斯 原面無光的那 月球25號 我剛剛說過 他不是後來墜毀嗎 他墜毀的原因是什麼 現在看到印度成功 你俄國一定要追究 如果印度失敗的話 俄羅斯還會覺得說還好 不是只有我失敗 但現在我失敗 但是印度成功了 結果沒想到很邪門 我想最近俄國超多邪門的事 就是說這個俄國天文學家 馬洛夫他剛好就是這個 月球25號的領導人顧問 他就說我要撤查 為什麼我們會失敗 我們為什麼會輸印度 沒想到他一說要撤查 奇怪 他突然身體健康 急劇惡化 中醫目前失聯當中 被嚇毒嗎 有人講 因為俄國的太空計畫 太多貪腐 你現在要把這些貪腐 變攤在陽光下 有人不樂見 希望你永遠別說話 好 那印度是開放的 印度是真的很支持 他們太空任務的發展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月球太重要 你知道月球距離地球 38萬 4400公里 可是月球有個問題 它的大氣層 是沒有辦法抵擋太陽的能量 所以它的溫差很大 它向陽面 127度 你怎麼活 人類居然沒辦法 零下是在背陽面 零下173度 這溫差之大 又沒有氧氣 又如果你找不到水的話 你該如何生存 所以印度人他知道 他在2008年的時候 他當時月船一號 就在月球發現了水 那你要克服我剛剛講到 包括溫差 你就必須建一個密閉的空間 才有辦法人類生活對不對 但是生活終究要水 那2008印度就知道有水 所以他就一直把登陸月球的南極 視為他一定要碎形完成的任務 因為他知道這裡有東西 好 不止水 我告訴你還有一個非常人類 一定要搶奪月球的資源 就是要亥三同位素 這個亥三同位素 它其實就是核融合反應爐火 所需要用到的同位素 但它有個好處 它跟你現在所熟悉用到的 這些核子原料 它是不會有核廢料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核發電 都是用核分裂 所以如果用核融合 接下來的話 它產生出來的東西 對環境沒有影響 100萬噸 這夠人類用多少年 好 那當然還有一個稀土 你知道中國大陸是稀土大國 可是現在中國大陸稀土 總有用完了一天 美國很想要稀土 怎麼辦 那你就去月球 月球不但有稀土 它還有抗 還有乙 這15種藍系的元素 這些都是用在IT業 手機業 電腦業的重要資源 好 結果我們國防院的助理研究員 許志祥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剛剛我們所分析的 這些月球的資源戰 將來一定會爆發主權爭議 也就是說哪個國家先去 先插旗就說這是我的 我告訴你啦 雖然外太空條約有限制世界 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在外太空宣稱主權 但你覺得中國會理你嗎 當然不會 中國如果把南海的那一套搬到月球去 誰先插旗就說是我的 那到時候月球的資源誰先搶到 誰可能會稱霸全世界 那也難怪之前 我就聽說包含美國接下來要登月 接下來中國也要登月 所以這一些都是為了爭奪 月球上面的資源 不過鍾博客 月球上面的資源 還有什麼是我們現在不知道的嗎 我告訴你 NASA的阿提米斯計劃 剛剛說花930億美金 它預計在9年後 2032年 它要開挖月球的土壤 不妙了 月球土壤是有什麼稀奇寶貝 你要挖它 告訴你 那是因為月球的表面 也是我們講的風化層 它裡頭不是有很多的岩石 或者是層土嗎 這都是隕石撞擊所帶來的 它竟然還有豐富的礦場 其中NASA最看上的 就是鐵礦和稀土 剛剛我已經說過了 好 那為什麼會有鐵礦 我講個例子 大家聽了你就豁然開朗 剛剛說隕石撞擊月球表面 可以形成岩石跟塵土 這裡頭就有很多的礦物 比方說氧化鎂 熟悉吧 熟悉 氧化鐵 熟悉吧 熟悉 那你可不可以靠電解 把它分離 那不鐵就出來了嗎 所以我採回來之後 我在加工之後 就變成我要的鐵礦了 氧化鋁不是也這樣電解的嗎 氧不就出來了嗎 好 我告訴你 光是你從月球表面 往下挖10公尺 10公尺 你所挖出來的這些礦物 在經由我剛剛所說的電解 把氧跟鐵或這些 其他的礦物分解的話 那個氧 光那個氧 就可以讓人類 可以用80億人用10萬年 所以等於說接下來 月球上面這個氧分離出來 我可以在上面生活了 而且才表面10公尺的 空化區而已 我還沒說10公尺以下 81人用10萬年 好 那剛剛講的是氧對不對 月氧最重要 你如果在月球設立基地 一定要有氧 那再來還要有水 我告訴你 義大利的太空重鼠就研發 它就模擬 它把月球表面土壤的一些元素 就塞到了現在畫面當中 你所看到的這個機器 這個機器簡單講 就是它可以把它模擬 月球土壤成分的東西 加熱到1000度 因為電解太耗能 所以我剛剛說 在月球電解 可能會有問題 但加熱是有可能的 結果這一加熱 你知道分離出什麼嗎 分離出什麼 分離出水跟氧 所以水跟氧都有了 那這樣子就解決了 耗能電解的問題 我可以用加熱法 你想像一天 有一個國家 假設是美中二其中一國 到了月球建立一個基地 然後一加熱土壤 跑出水跟氧 它可以呼吸了 我就可以在那邊存活了 很確定了 它又有氫了 因為水可以變氫跟氧 它什麼都有 它還有燃料 所以月球爭奪戰 真的就是這樣 美國NASA所說2032就開打了 可是現在大家都已經在暖身了 好 月球原始中 就有地球全部元素 和60種左右的礦物 那其中有6種 還是地球沒有的 你說要不要搶 好 我稍微簡單羅列 來 剛剛已經說 氧化鐵裡面的鐵 還有鈦 鈦很妙 你知道鈦在地球的話 你可能你去挖只有1% 可是在那邊它的含量 是大於地球 一趴或者大更多 所以要鈦的話到月球上面去挖 那鈦很值錢對不對 那再來稀土更值錢 好 你聽完這些 可是這時候有歷史學家 跑出來插花了 他說我告訴你 不要想得太美好 搞不好你去月球 什麼都挖不到 為什麼 因為有歷史學家 曾經在馬雅文明的一座廟宇裡頭 發現了一個神秘的地圖 就是這個廟宇當中 上面竟然出現了月球地圖 而且這個發現的年代是1950年 所以馬雅人曾經去過地球嗎 你看70多年前 就有歷史學家在馬雅廟宇 發現了一個神秘的地圖 這個地圖是月球地圖 然後歷史學家就大膽做了一個假設 他說莫非馬雅文明 你知道它常常都是超乎 我們人類所想像 已經登陸過月球 而且已經把地球 人類月球很多的資源 扳回到地球給人類用 我知道你聽起來覺得很玄妙 目瞪口呆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不是不可能 因為科學家也曾經拿這個來佐證 月球可能已經被掏空 1969年當時阿姆斯莊 阿普羅斯一號計畫 不是登月踏上人類的一小步 就是我的一小步 就是人類的一大步 OK 然後結果呢 他們要離開的時候 他們哥倫比亞號 去撞了地球表面 月球表面 就撞在月球表面 哥倫比亞號裡頭的地震 已竟然撤到15分的持續震動 這代表什麼 代表月球可能 它 是空的 不敢全然講完全空 但滿空的 所以有人就結合 瑪雅文明中的月球地圖認為 要嘛你瑪雅人 真的如歷史學家講得很誇張 哇 真的掏空了 不然也有可能是 有外星人之前造訪地球 告訴瑪雅人 月球我們已經去過了 我們也挖了不少的寶物種 你們地球人將來 很可能會跟我們成為敵人